明華元第三代傳人陳昭賢 在二零一二年成立了 風神寶寶劇團 他在傳統的歌仔戲身段中 加入了歌舞元素 劇中還穿插了英文對白 甚至還有闖關打怪獸 這種對白 陳昭賢說他要做一出 讓孩子愛上歌仔戲的作品 傳統戲劇身段加上歌舞演出 這是成軍兩年多的 風神寶寶兒童劇團 重新改版推出嫦娥奔月 由國內知名的歌仔戲團 明華元第三代陳昭賢 親自掌舵 我明華元戲劇家族 整個家族所有人 都沒有離開這個產業 那四百多人了 到現在我們傳了五代了 我是第三代嘛 所以我們四百多人 通通都在演歌仔戲 有些人可能不是在舞台上面 但他可能專長在另外的 所以這是我們家族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 我覺得很神奇 然後沒有小朋友 長大之後想要離開 陳昭賢從沒離開過歌仔戲 父親是總團長陳勝福 母親是台灣第一小生孫翠鳳 走過近80年的明華元 七年級生的陳昭賢 創立兒童劇團 找尋創新的可能性 我發現這個舞台 傳統戲劇歌仔戲的舞台 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 因為我們會有很多特效 但是怎麼樣 轉化戲劇的內容 讓他們成為是 小朋友聽得懂 然後他們吸收得了的故事 這變成是我最大的功課 所以呢 我必須要做改編 陳昭賢口中說的改編 就是在兒童奇幻劇 加入熟悉的英文對白 穿插闖關 打怪獸 等時下年輕人的流行用語 而在劇中也會介紹傳統身段 推廣歌仔戲 好棒喔 怎麼辦 怎麼辦 屁股 日本 近一點 你趕快看古書 有沒有告訴我們 怎麼打怪獸 小朋友 現在你們跟著風神寶寶 學習一套連續穿掌的動作 後面四隻手指頭併 好 放在身體的左右兩邊 現在要開始囉 用你們的左手 從下面挖一個炸彈的壁氣力 用右手挖一個大大的冰淇淋 雙手挖一個霹靈的大冰淇淋 然後兩隻手變成石頭和褲 我也背負很大的壓力 因為其實剛開始一出來 第一齣戲出來 我們講國語 很多前輩就會說 你都說國語 這樣就不是歌詞啊 可是我很堅持的原因是 我需要讓小朋友懂 在傳統的戲曲中 尋求突破不容易 成軍兩年多的風神寶寶兒童劇團 去年登上國家戲劇院 還尋回全台200多所校園推廣 因為我的高中跟大學 都不是戲劇或者是藝術專業領域 我是讀商科的 我旁邊的同學都對藝文非常冷漠 這點對我來說是一個刺激 那也是啟發我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覺得 我這一代的人都這麼冷漠的狀況下 那我們的下一代 兒童劇場的奔月 玉兔唱起歌 無綱化身反派人物 顛覆既往的東方神話故事 寓教於樂的表演方式 讓大小朋友都能親近傳統表演藝術 走過近80年的歌仔戲團明華園 第三代傳人出生之毒不畏虎 向下扎根讓傳統戲曲永流傳